这一期底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本期的新闻要点有 达蓝喇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致函祝贺英国新任首相 达蓝喇尊者在89岁华诞日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隆重庆祝达蓝喇尊者89岁华诞 司政标发次元对拉达克藏人社区进行访问 教育部长塔兰装马在东京出席打来两个尊者89岁华诞庆祝活用 安全部长加热装马出席已故前政治犯加多评作汪秋追悼会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蓝喇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市政编报次人 分别与上周六7月6号致函基函斯汤默祝贺他被任命为英国首相 以及他的政党在最近的选举中获胜 达蓝喇尊者在贺涵中写道 当前世界正面临着极具挑战性的时代 我相信英国有机会为这个日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重大贡献 尊者还感谢英国人民多年来对西藏的支持 并祝愿新任首相能够顺利实现英国人民的愿景 司政编报次人在贺涵中强调了他十分珍视西藏与英国 自18世纪以来的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关系 并祝愿英国人民在新任首相的领导下 继续支持和关切西藏的自由 另外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蓝喇尊者 于上周六7月6号在美国纽约通过视频发表讲话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信众发来的生日祝福 达蓝喇尊者在视频中表示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信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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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藏人和信众发展 感谢来自世界各地藏人和信仍的 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大臣法院舉行了盛大的駐售活動 慶祝拿來兩毛尊者迎來89歲華誕 主要嘉賓印度西京邦首席部長普雷姆辛格塔蒙 特邀嘉賓阿魯納爾切爾邦議會人民院議員帕特爾高 西京邦立法會議長米馬羅布·夏爾巴及兩名議員 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副議長普知拉·高布切 多名西京邦內閣部長 瑞士奧特爾威爾市長郎杰港雄艙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領導人 和各部門部長及秘書長等政要 與數千名達蘭薩拉三所藏人和各國姓眾及遊客 共同出席了助售活動 藏人行政中央市政編發次人 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康波索南丹培 宣讀了嘎夏和議會的聲明 隨後加拿大安大略省議會副議長普知拉·高布切 瑞士奧特爾威爾市長郎杰港雄艙 以及西京邦首席部長普雷姆辛格塔蒙等嘉賓 依次發表了講話 他們在祝賀達蘭兩毛尊者89歲華誕快樂的同時 著重談到了達蘭兩毛尊者為世界的和平 人類的和諧與幸福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在上述嘉賓結束演講後 達蘭薩拉西藏歌舞與戲劇表演藝術學院 西藏兒童村學校和米沃示範學校 以及達蘭薩拉各團體的代表和藏人民眾 表演了精彩的歌舞節目 與往年一樣 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區和支持西藏團體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駐各國辦事處 印度各地的四院藏人定居點和學校 相續舉辦了隆重的註售活動 當天印度德拉敦藏人社區的250多名藏人 在當地種植了近3000棵樹苗 此外在藏人行政中央駐俄羅斯 蒙古和毒聯體國家代表 戴洛仁波切的領導相 打來兩毛尊者華代慶祝活動 首次在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舉行 超過600多名西藏和蒙古嘉賓出席 其中包括第13世 郭德林忍波切等蒙藏宗教領袖 各國駐蒙古大使和其他貴賓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編發次人於本週一7月8日 抵達印度東北部中央直轄區拉達克首府列城 對當地藏人社區展開為期兩週的訪問 司政編發次人在抵達拉達克後 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駐拉達克首席代表頓朱扎西 地方司法專員白馬桑波 地方議會主席頓朱次人 以及當地各大寺院代表們的迎接 在訪問期間 司政編發次人在當地藏人官員的陪統下 首先朝拜了達賴喇嘛尊者的行宮 並視察了列城的索南陵藏人定居點行政辦公機構 首席代表辦公室 地方司法委員會辦公室 初級衛生保健中心和藏醫院 地方議會大樓項目工地 以及當地的寺院 西藏兒童村學校 拉達克分校等多所學校 養老院和當地正在進行的住房工程 期間 司政對拉達克各級藏人員工和工作人員 進行了交流 聽取他們對當地藏人社區民眾福利方面的訴求 在結束對拉達克的訪問行程後 司政編發次人將於7月18日至8月4日 對美國進行訪問 與此同時 藏人行政中央駐日本辦事處 於上週六7月6日 在東京的大倉酒店 舉辦了大樑兩貌尊者89歲華誕助手活動 教育部長塔蘭捉馬 和日本國家基礎研究所主任 殷勤梁子等多名嘉賓及數百名民眾 出席了活動 教育部長 塔蘭捉馬在活動上致詞時 強調他很高興 與來自日本各組群的民眾 一同慶祝達蘭兩貌尊者的華誕日 並且感謝日本政府和人民對西藏的支持 並簡要介紹了達蘭兩貌尊者的人生 四大使命 駐日本代表 阿若亞博士在活動上致詞時 感謝與會嘉賓和民眾 在百忙之中前來參加註售活動 並呼籲與會各界嘉賓和民眾 銘記尊者曾經的開示 最好的禮物就是在他生日當天做一件好事 與此同時 受日本西藏之家和日本支持西藏團體 拯救西藏網絡的邀請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長 塔蘭捉馬 於上週日7月7日 出席了在東京大學居場校區舉行的TV 中國的寄宿志學校 是消滅少數族群身份的邪惡計畫的研討會 並發表了講話 日本國會跨黨派支持西藏小組成員 石井光子議員在研討會上致詞時表示 他支持西藏和其他被佔領民族的正義事業 並表示日本議員將努力阻止 中國剝奪少數族群兒童的語言和文化政策 隨後 泰蘭捉馬部長在發表演講時強調 中國自1950年佔領西藏以來 一直在試圖摧毀西藏的身份 語言宗教和文化 他呼籲大家齊心協力 共同抗議中國在西藏和其他被佔領實施的 殖民寄宿志學校制度 駐日本代表磁王交部阿如亞博士在發言時 簡要介紹了中國政府在西藏建立寄宿學校的 性質及其對西藏兒童產生的影響 他還分享了東京廣播公司一段關於西藏技術學校的視頻 來自日本各地的華人、蒙古人、台灣人和香港人 也參加了當天的研討會 並就這一主題展開了討論 另外 藏人請政中央教育部長 泰蘭卓瑪首次訪問日本的第三站 於本週一 7月8日 訪問了位於東京永田町的日本國會大廈 並會見了日本國會跨黨派 支持西藏小組的成員和工作人員 日本國會跨黨派支持西藏小組主席夏村博文 成員石井光子議員、龍博文議員等 在國際會議廳會見了來訪的泰蘭卓瑪部長 泰蘭卓瑪部長在隨後與日本議員們舉行的會議上 在發表講話時 通報了當前西藏境內的指示 並談到了中共在操控 達蘭老毛尊者轉世問題 和開辦寄宿知識學校方面毫無根據的主張 他還介紹了美國國會兩院最近通過的 促進解決藏中衝突法案 並呼籲日本國會通過類似的法案 藏人行政中央駐日本代表 財王教部阿羅亞博士在發言時 向議員們通報了當前西藏境內的嚴峻形勢 以及中共對西藏宗教、文化和社會問題的干涉 請繼續收看本期節目的最後一則消息 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長加日捉馬 於上週五7月5日在印度北部 達蘭薩拉的藏人定居點辦公室里堂 出席了已故的西藏前政治犯 加多拼送汪丘的追悼會 加多拼送汪丘於1973年出生在西藏山南穹捷縣 1994年5月他因參與張貼宣傳西藏獨立 和將中國軍隊驅逐出西藏的海豹而被捕 先後在乃東和扎奇監獄服刑近10年 1999年6月16日獲釋 並於2000年12月流亡印度 2004年至2010年 擔任西藏前政治犯運動組織的秘書長等職務 2024年6月20日下午不幸在美國紐約逝世 觀眾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 與了解更多有關西藏境內外的訊息 請登陸屏幕下方的網址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